这次产检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那下次两个礼拜后再做产检就可以了 好 这个欢迎 张医师 可是我最近常觉得腰痠背痛非常不舒服 怎么办 这样 那个可以做一些运动 那增加背部肌肉的力量 然后减轻你这种疼痛感 那我请我们卫教师教你做一些产检运动 好 好 谢谢 做运动以前的注意事项 一 排空旁观 二 避免刚吃饱的时候做运动 三 要穿宽松舒适的衣服 四 在硬地板上或瑜伽垫上操作 腿部运动 目的 加强骨盆附近肌肉及会音部弹性 做法 以手扶椅背 右脚固定 左脚做360度转动 转两圈后 换边继续做 早晚可以各做五六次 跨蹲位运动 目的 保持身体平衡及强壮骨盆肌肉的张力 有助于身材 做法 手扶椅背 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腹挺直 脚 腰 臀呈一直线 由上慢慢往下蹲 做的时候注意 小巷 后面有个椅子 屁股往后坐 膝盖 不要超过脚尖 这是正确的示范 这是错误的做法 可能增加我们膝盖的负担 造成膝盖的伤害 盘腿运动 这个动作可以增加大腿内侧肌肉的弹力 帮助我们生产更顺利 做的时候两脚张开 脚掌对脚掌 可以试着把身体往前倾 感受到大腿内侧肌肉的张力 如果孕妇做这个动作 感觉比较吃力或不舒服 可以试着把两脚交叠 一前以后 一样大腿张开 试着往前倾 这个动作也可以达到运动的作用 但是不会让孕妇觉得那么不舒服 猫背试运动 目的可以锻炼背部的肌肉群 减轻背痛不舒服的症状 做法 四肢左地 双脚张开一肩同宽 吸气的时候头往前看 保持背部平直 吐气时 头往下 背部拱起来像猫背一样 接下来在吸气 头抬起来往前看 吐气 低头拱背 婴儿室 目的 伸展背部及腰部的关节 舒缓怀孕时腰酸背痛的情形 做法 背在瑜伽垫上 膝盖张开与肩同宽 吐气 手及身体往前延展 抬高臀部 伸展脊椎 注意大腿以及小腿 阴沉九十度弯曲 这个姿势可以停留十到十五秒 再重复做五次到六次 很多人以为怀孕就是要多休息 事实上适度的产前运动 可以减轻怀孕的腰酸背痛 也可以让生产过程更顺利 执币 引致 took дополн 있는 期垂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